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感谢曾伟 每一次蔡老师礼拜三 总是习惯穿这一套 紫色的一个花西装 好像结果都不错 虽然今天你上冲下洗 洗澡洗得很愉快 因为你可以卖涨平板 去买那些平盘要 突破的股票 难道你做错方向吗 难道你的股票 没有办法进出吗 这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告 所以我跟各位讲 其实股市太深奥了 一般人都以为说 我来买股票 买好的股票就好了 那你有办法经过 四个半小时的折磨吗 四个半小时 不是说你在密室里面操盘 不是 你零零种种所有的消息面 包括盘市的一个情绪 通通会反映你的 投资的行为跟决策 所以我告诉你 股市是不是套路深 是吧 所以蔡老师告诉你 股市的事情 如果你在今天都能够像蔡老师带领学员朋友一样 卖能够卖再涨停 卖都能够买到平盘附近 然后尾盘几乎收最高大涨 那你台旧部没问题 你可以一路的赚下去 不管台股这一次来到17000是在整理 还是后面来到18000 两万两万五三万不要去理政侧面了 政侧面一天到晚都不检讨 昨天给你压台股 今天还是给你压台股 我昨天已经给你点出来了 昨天卖超的就是控盘手 就是政侧面的控盘手 去给你卖联电 去给你卖联永 卖一大堆各位有没有 为什么 其实说穿了也是用心良苦 因为他不希望融资增加太多 所以说趁机洗盘一下也好 不然的话昨天4600亿 你看很多人都说历史巨量 不尊重大盘 今天的大盘5000多亿 历史巨量吗 你也不尊重大盘 难道台湾股市就要在这边休息了吗 那些是纯粹不懂 整个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什么 落后解盘的同业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蔡老师跟各位说 先把蔡老师的祝福收在你心里 股市的东西听蔡老师讲解就对了 其他的东西你当成笑话 昨天4600亿历史天亮 今天又历史天亮 一天到晚都历史天亮 那你不是疯了吗 各位哪有那么多历史天亮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来各位注意看 蔡老师的节目 全部都公开给你验证 盘中你看到现阶段盘后 那些装神弄鬼的同业 听说有的很惨 买在高点一只股票 四根跌停板全部都卖不掉 好玩吧 更好玩的是今天扩散化 为什么 因为市场大户不会像你 那么的老实 他们都是把钱杠杆操作 一次手上控的就像 人家说的傀儡系一样 都是五只十只以上 所以当一档个股出现周转不灵的时候 就要别的个股去卖掉 不然外面丙总也要跟他怎样 跟他要钱 很可怜的 你以为十几亿的人 过得可能没有你十几万的人好 你知不知道 所以不要羡慕那些开宾式的 有时候都开去借钱用的 知道吗各位 你看看 蔡老师的节目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三晚上六点五十七分 自己去看 昨天礼拜二跟你讲什么 现在收盘 各位你先看到 请导播打出来 现在大盘收盘 你以为我吓出一身冷汗 大盘今天最高的时候 涨了 我如果没去做 也是超过一百点 下沙超过多少 两百六十还是两百三十 反正就是震荡四百点 尾盘这样拉起来 各位什么时候拉 蔡老师解盘之后就拉 我跟你讲谁要拉 台积电 台积电那时候六百零一六百零二 导播再辛苦一下 二三三 你台积电有没有拉最高 各位 那不怎样 我台积电后面还有弄一个什么 先锋大将 叫做什么 二三七六的技嘉 导播再打出来 你自己看 我不用拿手机播盘中 你自己去看好不好 因为你现在点 YouTube Lite 你自己去搜寻品封大中华 看看刚刚蔡老师在十点四十三分 做了什么神奇的预测 包括还有中刚 还有什么 还有华航 对不对 主持人不是说华航不会涨 股市的秘密 你一看就知道 那这样人家都不用认真 像蔡老师一样 一天二十四小时 起码十几个小时 都在研究整个全市场的经济脉动 你知道台积电要大涨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 我们低买技嘉有办法都大赚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盘面有讯息 不要一天到晚 见长缩长 间谍缩跌 散户投资朋友 我也希望你操作得好 不要说 赔了一屁股 又是跟错了老师之后 才来蔡老师这边 希望蔡老师救你 我都已经在这边 超过三年多等着帮你了 你还自己蒙蒙懂懂的输钱 那股市涨到五万点 你也没赚钱的命 懂了没 四月十二 礼拜一 我是不是跟你讲 台股有周一效应 你看礼拜一的大盘 是不是最高涨一百二十五点 最低跌六十点 尾盘涨五点 我说出现了 这个礼拜就是这样 这叫什么 按表操课 超过三十四度也要初操 什么三十四度 在那边挂个背章 就不用初操 难怪会没有站立 各位是不是 就是这样 上冲下洗 然后收高 一样是前进 你看进五步退四步 那你后面还不是等于进一步 进五退四吗 或者进八退五 还不是进三步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这是礼拜一开局的 你会相信格林创新高吗 看空的早就死在八千点了 你现在还在听他喊空 一万八的时候 他们输一万点 继续喊下去 不要跟着他们脑袋空空就好了 我们重视营收的重视产业面 你看市场有没有停我们 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讲 为什么要创高 营收会救你有没有 那时候还153档 过一个下午 隔天早上 增加20档恐怖 是不是 这是不是营收 对不对 昨天来最高 涨181点 为什么 因为要验证蔡丰盛老师讲的话 叫做宇宙中没有天花板 是不是 已经人在太空了 不是在地球上了 你不要再随便车子停下来去买槟榔 各位 太空中没有槟榔摊 知不知道 没有地心引力拉你下来 只有你自己的心魔 知不知道 所以你看看昨天4月13号 历史新高 一切如预期胜利的召唤 但是也很抱歉 昨天蔡老师12点半左右 我就离开公司了 那时候是不是正好杀一个小时 那我是不是马上接放演出 我跟你讲什么 虽然创历史新高 但是政策面不爽 政策面在到货 你也许会不相信 怎么蔡老师有办法 在一点半马上知道 刚刚前一分钟 市场上出现什么事 那我也告诉你 我是有团队的 蔡老师的团队 是全市场最强悍的 所以我不是别的老师 每天在那边给你吹嘘 吹牛 各位知不知道 要怎么吹牛也吹不赢 人家东北二人传的赵本山 各位对不对 那个小品是不是一天到晚在吹牛 叫忽悠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今天早上 美国美债十年期的收益 低到1.623 是不是对美国大型股电子股有利 对不对 得出结论就是这样 对嘛 有没有涨 有啊 所以你看昨天的一个美国科技类股 是不是收高 我这样讲的思考逻辑 就像蔡老师在大学上课一样 你认同嘛 这个逻辑就算小学生也认同 对不对 幼稚园也认同 虽然幼稚园他一定要认同 不然不给他点心吃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这样 你一定能接受嘛 各位你看今天 大盘又涨110点 然后呢 杀到265点 你看蔡老师正好在杀盘的时候给你解盘 我跟你讲特懂啊 为什么 杀出一条坦荡荡的大路 让台积电这个坦克开出来 你相不相信 因为又快广告了 所以我这样播出的话 会把我的时间啊 用掉两三分钟 我就不播了 等一下下阶段回来 再跟你看看好不好 因为我准备的内容 大概都是两小时的内容啊 所以24分钟不够我讲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 太空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你不要再把自己当地球人了 我们已经征服了什么 我们已经征服了火星啊 你忘了吗 台股未来 未来的台股就是涨嘛 我们再改变 是不是 一切按照剧本发展嘛 故事才刚刚开始嘛 1万7啊 就吓出你一身冷汗 未来1万8怎么办啊 各位啊 地球 是不是已经征服火星啊 再来征服木星 再来征服土星嘛 然后海王星是地球的65倍大嘛 再来讲下去就是自然科学啦 跳过去好不好 这是财经节目 来 所以地球上环产业能赢来到宇宙当人赚个不停 对不对 台股未来黄金93个月全球股民你只能跟谁赚 跟最笨的蔡老师赚 因为跑公司跑产业就只有我们这一家 不然为什么叫屏风大中华 涵盖全球的整个的一个经济面 所以我也不是一天到晚跟你说这一天一定会起的 你看我都怕你买的 在的停板 你看买房都等 这巴菲特如果看到台湾头固界这个节目他一定昏倒啊 因为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嘛对不对 好笑吧怎么会这样做节目呢 股市是这样操作的吗 你看看台积电我是不是跟你讲310亿美金 搞不好会更高呢 因为董事长刘德英去美国看完会回来 我看出啊他的笑容已经露出牙齿了 喜行余舍 他应该是要收敛 不然他撤去看有吗 那搞不好美国他要跨党派资源嘛 所以有告诉他台积电温碳耶 你看啊他讲台积电温碳的 我看红海快哭了 你看红海现在敢是钓到都钓钓 各位有没有 我们的郭董现在也搞不清楚要怎么办 是不是选错边嘛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颜色没有政党没有政治 地球人活得多好都是政治物国物民有没有 所以大家要加油好不好 各位你看台积电 月增年增有没有 你看看 今天我要给你看重点啊 你看昨天投信我告诉你那个买到 那散户气炸啦 各位你现在才知道原来3661的事情会崩成这么惨 是因为法人持股占有95% 那不好笑我昨天听到啊 法说会之后我觉得更好笑 因为公司派说啊 这今年啊25%的营收真的不见了 因为飞腾被美国政府框住了嘛 就这七档对不对 那怎么办 诗心说有可能会进出库长股 各位你知道KY就是在国外的公司他拿20% 20%的股份冻结之后然后在台湾这边上市包装上市 你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他本来就已经筹码集中了 那你公司派怎么会讲这种话 我看可能公司派跟外面的支票开很重 不然你怎么会去讲说要用库长股 那不怎么好玩 好玩的是昨天还有投资人用融资买进78张 当然啊退一个脚步想反正赔都赔10亿了 再脱赔10亿也没差对不对 伸头也一刀缩头也一刀对不对 又不是属乌龟的都是死路嘛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昨天为什么会融资增加78张 我是看笑料啦 当然啦赚钱我们还是要赚钱 不要理会这一些个股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台积电 你看蔡老师印的时候才602 有看到没有 是不是 我马上印出来 我说当局者迷控板者清 收盘多少导播打出来盘中的江波分析图 让大家看一下 2330台积电谢谢 600最低嘛 对不对 我印的时候602嘛 是不是 你知道我连线的时候说600没破 所以就是要上 这个大盘就台积电来救 是不是套路 其实我告诉你套路有点太口语化 剧本啦 所有的股市现象都是剧本 那有的是正确的剧本 有的你拿到的是书钱的剧本啊 那很多同业我也告诉各位啊 那一些我已经看了二三十年啊 都在普通共的那些啊 不相信你一个一个去验证 每个都事后英雄 前面都狗熊 各位有没有 都不见蛋嘛 不见人影嘛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看看我是不是跟你讲苹果要起来啊 你看苹果昨天创新高 涨2.43% 原因 4月20号美国时间 台湾时间4月21号春季新品 来啊 对谁有利很多 来 你看看台积电ADR 今天晚上就要涨了 各位 你再来看看我跟你讲的群创 这个正侧面压盘的重点 昨天群创是不是开低 而且很好笑 我说群创的股价竟然有办法去赢友达 这对友达来说是一个打击是不礼貌的行为 你知不知道啊 我说理论上友达是要赢群创两块 真的出现了 这两天的杀盘真的杀出了两块钱的差距 你看看最高26.25 群创24.75 是不是好笑吧 这不好笑 我一直跟各位说老虎不用去关心猫咪的世界 来 中钢 你知道今天出现什么神奇的讯号 你的老师买的股票在跌停在急刹 蔡老师跟你讲了2002的中钢4月6号 这4月份的嘛 对不对 涨0.1525.95全世界都看得到 包括美国投资台股的投资人 对不对 中钢购中碳中雨中红中钢 全部都给你讲 这才是真实力 开始 4月7号开始涨 来各位 直接跳到后面 出现了什么有趣的现象 昨天31 今天的中钢各位 睁大你的双眼 33.2 从蔡老师讲之后隔天开始喷出123456 涨了50% 我问各位 全市场大家去做统计说散户最爱买的 其实并不是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太贵了 是中钢2002 那他们也有讲说买中钢的原因 因为中钢大牛不太会涨 说是为了纪念品 所以昨天王平 你买一股他也要送你那些什么优惠券折惠券 做股票的人有这么拍名吗 各位啊 你今天持有中钢的投资者 你是不是要感谢蔡老师 好啦 你真的领到纪念品 你给一些需要的人吧 你这够你赚了嘛 一张两万块的股票都帮你赚一万了 还没完 听说今天市场恐慌性沙盘 我不是这么想 蔡老师跟你讲的 星光钢恐慌性涨停板 你恐慌性沙盘 我们是恐慌性涨停板 那我们怎么要利用 我就笑一下啦 好不好 我不影响行情 也不挡人家财路 反正赚得开心就好 大家持续的继续向前看 各位好不好 所以希望各位 现阶段赶快辛苦一下 YouTube加一下 Lite加一下 TG加一下网站 自己去看 全市场唯一独家 完整的介绍产业面的 真正照顾散户的节目 所以我跟各位说 老话一句 深夜不懂白天的量 各位知道意思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只有产业的专业在 台股才会无难事 不然你每天这个波动 你就 准备心脏病的要在旁边好了 不然跌400点 心肿变起来 涨上去300点 没活好 也欢喜没起来 那你做股票干嘛 劳心劳力又伤钱 又伤财 不要这样好不好 给自己好命一点的选择吧 投资人的多宝格 明天礼拜四要买什么股票 蔡老师都算好了 各位 做对的事情永远都是好时机 希望你认同我的理念 这一次的买点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同样的 就算明天大涨300点 一样这一次的卖点 也要好好利用 这才是操作 才是股民朋友 你正确的投资观念 所以老话一句 六字大名咒 跟蔡老师念一遍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赶快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次例建议 广和来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今天股市的震荡 其实从礼拜一 就已经看出端倪了 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 代表你的等级还很低 未来的股市 你绝对不能胜硬 为什么 因为已经是太空时代了 只会更多误导你的讯息 让你赔大钱 不会像蔡老师一样 坚守基本的原则 产业选股 能够战胜恐惧的秘诀 Makeup就是产业选股 但是做产业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希望各位 除非你有蔡老师一样 那么充足的人力 那么优秀的人才 帮你跑公司 跑产业 不然千万不要 太看清台湾股市 因为一失足 也没怎样 就是四根跌停板送给你 来 各位 蔡老师的节目 希望各位持续的肯定 我老话一句 一人一道 也许你不认同蔡老师 没关系 感谢你的收看 因为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但是如果你跟蔡老师 想在一起了 请接下来都靠我的力量 因为道相近 我可以帮你一言心帮 靠蔡老师这边的资源 就够赚了 各位除非你的贪婪 无远佛界 那我建议你去选民意代表 不要做股票 知道 来 战胜恐惧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产业选股 正面迎战 所以蔡老师一直跟你讲 一正才能够破九斜 我的观念很简单 我是虔诚的佛教徒 就是老实念佛 就是本分投资 这种盘不要用 融资去买股票 尤其融资那么高 我也不晓得能够救多少人 包括现阶段 你以为四根跌停板 是赔罪产的不对 是去买ETF的赔罪产 两天前还买四块 今天剩下0.2 各位 四十万比多少 很可怜 比两千几块 两天就破产了 所以希望你不要听政策面讲说 没钱 做完股票赔钱的去买期货 期货赔钱的时候买选择权 如果再不行 你去买这个股票的全赠 你都已经赔到没钱了 还要继续赌下去 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吧 好不好 做好人不难嘛 各位对不对 你看看 我不是都出来帮你了吗 来各位 昨天我跟你讲 4月13号晚上6点57分 跟你讲振兴跌五毛 精彩吧 是不是振兴建大 滑风南港跟太风 对不对 振兴昨天是跌五毛 47块3 振兴今天 老伯收盘看一下好不好 2105振兴让大家看一下 还给我多拉一角 真不礼貌 我原先印出来是48.0 47.75 还给我多拉了一个四角 对不对 是不是 来你看NVIDIA 今天就是苹果跟NVIDIA 我盘中都解了 所以NVIDIA带动的是什么 技嘉 技嘉收盘多少 导播再辛苦一下2376的技嘉 让大家看一下 整个6块 涨6% 也涨6% 差不多了 各位 你看看 昨天投信卖了16亿 慌张到连台积电都卖 原型毕露 对不对 你看 唯独买技嘉 还有什么要验证 来各位注意看 来你看看 今天下午 玉龙 来今天玉龙 法说 对不对 今天一样给你收高 各位时间不够了 长龙 长龙航空来 各位你看看 今天一样创新高 华航更不用说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你找得到吗 如果你找不到 请来蔡老师这里 我帮你准备好了 明天的股票 我们想要买什么 听口令做动作 做对的事情 永远都是好时机 希望你认同我的理念 所以老话一句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明天坦克车就开出来了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荐分析的 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读算引导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支付投资风险 今天套座顺利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待会儿资料 最后第一次资料 我们下期待会儿将来 我们下期待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